神作回歸啊! 這款手游呢叫做 雅克傳承R SRPG 巔峰霸氣登場 馬上下載下來 在這邊總是開箱最好玩的遊戲給大家看 雅克傳承R是香港 Voltrain Games的代理 不多說我們下載下來 它是有點像那種戰騎士的玩法你知道嗎? 然後它的操作呢 很難 這個遊戲需要高策略性 我們一進來就是先抽東西 我們首先要先招募厲害的人們 基本上現在最強打的就是這兩隻啊 格拉跟那個托洛亞 那你們有看到這上面喔 它上面寫帝國軍喔 它現在是主打帝國軍 因為它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其實這個遊戲有愛都可以練到五星 它不用說什麼 喔我一定要抽到什麼怎樣五星不用 它是可以練上去的 那我們現在呢馬上就來到這邊 所以我們直接先來個十抽啦好不好 嘿! 好我們看到這邊 喔 碎蓮 登登 喔超稀有喔 然後現在我們來到這個角色啦 來喔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喔 來到角色的部分 它這邊可以編隊 我的部隊一 啊不好意思 為什麼剛剛我的表情沒有那麼激動呢? 就是因為這兩隻我已經有啦 他按進去看裡面的角色 我們的格拉 欸這個格拉要怎麼玩啊? 直接點進去 範圍攻擊 這個很強耶 它是 綠色的地方都是它範圍攻擊 我方攻擊上升35% 對象帝國軍再上升15%喔 還有這個第二隻 波洛亞 那它的狀態是自身攻擊力提升3% 它是有羈絆的啦 孔拉德這個羈絆的時候它會再上升7%喔 然後我們就可以出去了 這小子呢它只有一等而已 但是它是它的羈絆 所以我想升級它的話你就可以點這邊 我們就先強化一下 好 現在可以走了 這就是敵人的據點 我們出發吧 啊怎麼那麼快我還沒心理準備 這個應該有攻擊病喔 所以你出來之後呢 你要記得被刺攻擊 我跟你講這個遊戲就是你如果比較軟的角色在前面 然後呢你的背後可以再補一個坦在後面 所以就不會怕被刺了 我對這個遊戲完全是理解的好嗎? OK 你看 又回補了 這隻一直補一直爽 一直補一直爽 這個遊戲就是你玩它們就會升等 好 我們這邊也有任務 我們任務可以打開來看 把它點一點 我們先打一下材料 材料基本上有委託工作 你就緊 接受回不來的新人 OK 好 我們進去 那些家戶到底是什麼人 OK 喔 好可愛喔 它開始跑了喔 好 編起來 看一下 看一下 想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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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等一下他在後面背刺我 我這是血超少的 這樣可以嗎? 我背刺他 背刺他 攻擊他 OK 搞定 這就是一款背刺的遊戲 那你看我會不會背刺你啊 換我背刺你一波了吧 各位 嘿嘿 那我這隻是坦 攻擊你 OK 我這隻還沒有升啊 我那隻焰還沒有升等啊 騙鬼了 是什麼是 那個巨人女 啊 先暫時撤退一下 好 我們關卡就得到了 OK 這東西我們就打完了 古代帝王的地下遺跡 我跟你講地下遺跡就我最會了 因為畢竟我長期住在地下室裡 最近才有出來啊 這個東西呢 是你要打開寶箱才會拿到 所以你才會拿到寶物的 如果你只是簡單的破關卡的話 其實也未必會拿到寶物 好 我們來打這個 挑戰 這樣子可以吧 20等也不差 好 出發 戰鬥開始 這邊就有一隻了 但是從旁邊直接來了啊 扁了吧 我手有點殘啊 等一下 我要對準那邊啊 好 魔法攻擊 OK 死去 好啦 就是你啦 攻擊你 欸 沒死欸 沒死欸 欸 其實他打我有一點痛欸 欸 等一下 快死了欸 等一下 等一下 這樣應該夠補到他吧 喔 OK OK 補到補到 欸 這隻很強欸 這隻超強欸 等一下啦 不要背錯我 我死掉一隻欸 我剛剛是示範給大家看齁 沒有打開寶箱是長什麼樣子啊 其實 反正呢 大家可以試試玩這個咬射啦 基本上你們要去打那些獵人啊 跟那個古代皇帝的地下遺跡 你要先打喔 然後拿到很多東西就可以升等了好不好 今天我們的遊戲就到這邊 最後一集 嘿 尊戒訊息 啊 OK喔 我們很菜一刀就被人家劈死了 咳咳咳咳 這個遊戲叫做 亞克傳承 啊 好不好 趕快去下載